我覺得黑人他是屬於 死皮愛練習 他就有一次呢 就打電話給我說 你家是哪一間啊 我就說你幹嘛要知道這個 他就說我 你跟我講嘛 你到底是住哪一間 我說我不要 他媽媽 太有名了 其實美國的大學不用考 就是要申請 到美國那個學習環境 然後我就覺得 我是中國人 我不要輸 小時候都是短髮吧 對啊 其實我都是 一直都是短髮 這張好笑 正在洗頭中 這是我第一次剪頭髮耶 那是我三歲的時候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 好可愛 去一個地方剪頭髮 還有... 什麼呢 不是啊 比基尼 你有留冠髮嗎 他小時候... 那是他媽媽 你瘋啦 你瘋啦 他小時候留冠 我這裡有他比基尼的照片 比基尼沒有床 比基尼 還在隨你 那是我第一次游泳耶 你怎麼第一次都照相 對 因為我爸爸他以前 就是很喜歡玩攝影 所以就是我們從小到大 他都會幫我們拍很多照片 這樣比較好 對啊 就還滿多珍貴 而且他都自己洗 所以那個紙的那個質感 還滿特別的 就是那個照片的紙 你小時候就叫男朋友了 誰 不是 那是我弟弟 你弟弟高 對 那是我 你跟弟是... 差一歲不到 快一歲了 對啊 這一招好可愛喔 這幾歲 這是四歲吧 在美國的時候 因為我是在歐哈雅 美國出生的 然後在那裡長到差不多五歲 才回台灣念小學中學 然後高中又回去念 所以我是增加的 童年有一部分的時間 是在美國的 請問一下這個誰那麼幼稚啊 什麼 帶一個什麼 鯊魚頭是誰 這張照片 怎麼會在裡面好帥 那是吳白老師的鯊魚頭 然後你知道嗎 吳俊玲 吳俊玲先生 你裝可愛幹什麼 沒有 那個鯊魚頭超棒 然後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是唱他 其實我們在活動常常都會碰到 然後他很少... 把那個鯊魚頭 他是上台才帶 然後我就一直拜託他說 拜託他先帶上 讓我跟他合照一下 讓我可以回去跟朋友先 然後他就破例帶一次讓我拍 所以他臉表情有點... 其實他滿平易近的 對 他人超好的 然後他覺得我很奇怪 為什麼一直釣上那個鯊魚頭髮 你當初出道就是... 一開始就唱歌 所以唱歌對我來說 是我很熟悉 很專業的領域 我知道我要怎麼樣把歌唱好 可是演戲完全是... 可是問題是... 全新的 比如說你歌唱得很好 可是人家不知道啊 你要怎麼讓自己進入這個唱片圈 怎麼進入這個行業 其實我一開始 還沒有當歌手以前 我有拍過很多廣告 以前是因為認識一個導演 叫陳鴻一導演 那我拍過他的很多 佐安咖啡啊 然後斯蒂賣口香糖 都是氣質廣告 那時候因為還在美國念書嘛 所以就是寒暑假回來台灣的時候 導演就找我說 來幫個忙啊 錢很少 但是可以賺賺零用錢 來玩一下 我想說好啊 也有機會去法國 因為佐安是在法國拍的 然後就是去很多地方 然後又去新加坡 去哪裡工作 就賺賺零用錢 然後就... 爸爸已經幫我出學費了嘛 我自己就可以cover 一整個學期我要玩 要花的零用錢 都可以自己做 我就覺得還滿棒的 可是後來是因為 我自己在學校組樂隊 然後呢 我自己開始寫歌 從十七歲的時候 就開始寫歌 然後這跟我從事那個 就是拍廣告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就是我自己做了一個電影 然後呢 被我現在的 唱片公司的總監聽到 他覺得這個女生 他怪怪的 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聽到我的聲音 他覺得 那不然來約見個面看看 妳還記得妳那時候送去的歌 是什麼歌嗎 我記得啊 是我自己寫的一首歌 叫Pink Elephant 來 來一段 怎麼唱 Pink Elephant 來吧 好 我唱 It was late one afternoon As the sun began to die When a flower fell within my hand And from a deep blue ballast sky She's still there So pure and pure and sad Please don't ask me why But I've come to you A flower from the sky 有那個Tasty Chapman Tasty Chapman Tasty Chapman 對 有那種感覺在 這首歌 聽說妳以前是運動員啊 沒有啦 我是高中的時候打過籃球 那還不是運動員啊 但是因為我很喜歡看籃球 我從國中就開始迷那個瓊斯杯 然後那時候就 我的大偶像是 鄭志龍跟黃春雄 就很迷他們 然後高中的時候 就長得很高嘛 然後老師 說籃球 天上就有籃球跳票 天啊 然後就是 怎麼講啊 高中就 老師看我瞎大個兒嘛 就把我找來就是那個籃球校隊 我那時候是打 Junior varsity 然後 然後一整個學期呢 很厲害耶 差不多 差不多25場比賽吧 得了差不多4分 怎麼一整個學期只得4分啊 康哥從十幾歲打球到現在 我大概球子拿過5次 妳知道嗎 還是唱給我 對啊 我就是 每次都被隊友推倒 因為太瘦了 然後籃板又搶不到 然後就是 那4分是兩球嘛 不小心撈進去的 然後就算 好像明明是隊友進 但是卻算到我 是算我進這樣子 這樣子 對 結果等到第二個學期的時候 我就想說 因為我很喜歡看籃球 還是想要加入籃球 對 其他的運動我又不行 結果老師就是跟我商量說 不然分不然這樣好了 那個就是 妳呢就當那個 運動管理員 就是幫隊友倒倒水 拿拿毛巾 那我還是給妳學分架好不好 球隊經理 對 然後我想說 好啊 這樣更好 不用下場 還有免費籃球可以看這樣子 所以我就答應了 那妳當初喜歡黑人 也是因為他會打球嗎 多多少有一點吧 他打球起來 其實我覺得黑人喔 他平常這樣嘻嘻哈哈的 他打球起來那個臉真是滿酷的 真的嗎 很認真 你知道嗎 就滿帥還很貴 六星不任性 對... 他打球當國手的那段時間 我剛好都不在台灣 所以每次大家 因為他也很胖 妳也不會看到他 真的嗎 大家都說他很神啊 很球技驚人啊 然後很厲害 可是我都沒有親眼 這樣看過他比賽的時候 那些就是樣子 對 是一直到後來 他又開始在打台皮啊 打直籃的時候 我才... 去看 對 才發現說 真的滿厲害的 還會灌籃這樣子 而且他打球那個臉 真的不太一樣 跟他平常刷寶一樣 就是不能靠近他 不能惹他 就是他要打球前 眼睛會散發出一種 要殺人 要惹我 沒有啦 對不對 那前一陣子有一個攻擊妳說什麼 妳高學歷是作假 其實妳一直不願意講 剛剛妳有提到說 我讀到二年級我就不念了 對啊 大學沒有畢業 其實不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但是我覺得 這時候康哥要幫妳講句話 你們那些批評他的 你們憑什麼批評啊 你們考得上哈佛嗎 你去過哈佛嗎 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很多 怎麼講 我覺得能夠念書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 其實當時如果我不修學的話 其實學費真的很貴 就是變成我現在好好的存錢 可能有機會還可以再回去 哈佛長什麼樣子 就是哈佛 就是哈佛 跟台大別人一樣 其實差不多 我覺得台大也很漂亮 對 哈佛很厲害耶 沒有 很難考 因為哈佛太有名論 其實美國的大學不用考 就是要申請 我們三個已經 可是也不是那麼容易申請到 對啊 我們三個申請 大概就是那種感化樂那種 其實我是一個 不是那麼會念書的人 可是到了高中 我回到美國那個學習環境 然後我就覺得 我是中國人 我不要輸 有那種好勝心 我想說數學不好 我死命都要把數學變好 結果我高中就變數學小老師 就很奇怪 就是那種好勝心會驅使我 驅使我做什麼事情 都會想辦法要比別人厲害 黑人是怎麼追到你 他這麼黑 你這麼白 喂 真的上去不太好 沒有啦 不是 我覺得他 他有沒有做一些很感動 感動的事情 或是讓你覺得他印象 比如我們一般看黑人的印象 跟他私底下不一樣 其實我跟你講 我是一個神經非常粗的 很大條的女生 然後呢 所以我的生活裡面 我注意到的事情 就只有那些 所以一般 就算有男生喜歡我 或是 通常不是很敢跟我表示 因為我通常都不會 不會知道 就是我不會發現他 我也不會很聰明的 去應付這種事 那我覺得黑人他是屬於 死皮愛戀性 就是他是那種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每一天都會出現在我面前 好像他都沒有事情要做 然後他就是會在我附近出現 或者是 然後他又還滿浪漫 就是 真的嗎 比如說那時候 因為他就是非常殷勤 殷勤到我朋友都會說 他是不是喜歡你啊 然後 就講這個 然後就是有一次呢 有一次他就說 情人節那一天2月14號 那時候呢 就是還沒有 怎麼講 還不是說那麼熟這樣子 然後呢 他就有一次呢 就打電話給我說 你家是哪一間啊 因為他 我們常常 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他不是會送我們每個人回家 對 可是我都不讓任何人知道我家在哪裡 因為一方 只送到巷口 對 就送到巷口 然後呢 我就說你幹嘛要知道這個 他就說我 你跟我講嘛 你到底是住哪一間 我說我不要 然後呢 他其實是要送我一朵玫瑰花 然後他是要把那個玫瑰花 放在那個信箱裡面 可是因為我死後不告訴他我住哪一間 所以他就把我們家那一棟樓所有的那個 那個信箱 都差 差一根 所以我所有的鄰居那天都有 都知道 對 都有花 然後我就覺得 還滿浪漫的這樣子 你鄰居一定很快樂 對 就像他 荷包失血這樣 本來只要送一隻 就送了整棟樓 對 但是就是這些小事啊 我覺得還好害羞 不會 其實讓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黑人這個個性 對 因為我們一般看黑人他老是裝得很Man 刷寶 其實他自己對他自己私生活也其實也是滿封閉 不太讓人家知道 他是一個人非常黑 然後心還滿亮的人 心還滿亮 對 心很亮 上次聽說他有一次生氣跟人家吵架 把你送他的禮物還給他 但是我跟你講他多驚啊 他是因為車子要被調走 然後他氣到 然後就把那個 可是呢 其實他已經把那個iPad呢 很開心的把他打開 拿到放在車上 所以他摔的是盒子 你也很重耶 你看我們說摔iPad 他還把他當作公司講說 嚇到我來 他當作公司講我還嚇一跳 他還很這樣 我跟你講 那泛泛鬆的 我說 那你很氣 對啊 不然我怎麼會做出這種事 對啊 原來是 撐盒子 陳建釗 心機太重了吧 對 他是非常節儉的客家人 對 所以他不會輕易的就這樣 把一萬多塊的東西摔在地上 他已經把這邊的東西拿出來了 摔那個漂亮的盒子 你不用再幫他講話 他玩了 他很節儉 他連盒子都捨不得 對啊 因為是泛泛鬆 在他心目中盒子都很重 這樣子 他那個時候拍那個 再見了忠祯二村 拍到入戲太深了 對 嘻笑 那時候我們附近啊 我啊小S 我們都不太敢靠近他 因為他每天都這樣發狠 狠的 對 覺得自己是那個 蠻扭的病 對 很可怕 是講到小S要結婚 你都會感動的留下來 你是喜極而泣 還是悲從中來 大概是喜極而泣 為什麼 因為你們會被影響嗎 比如說像我們男生 比如說男生 熊橫 你跟我講人家結婚 小康 我要結婚 真的假的 不要吧 出什麼事啊 什麼事過不去 對啊 是不是有啦 可能小康是要誇張一點 但是一般男生的反應 可能真的是這樣 你想清楚啊 熊橫 對 想清楚 想清楚 幹嘛 還早 你才幾歲啊 但是你還是不一樣 對 因為你知道嗎 我最近身邊就是喜事很多 比如說西地要訂婚 我親弟弟也要在11月10號 要結婚 哈佛碩士 對 他念完了 對 他是Harvard研究所 研究所 然後呢 Anyway就是 我覺得好奇怪 就是一直感染到那種 幸福的氣氛就會 怎麼好像大家都被幸福 這樣團團的包圍 然後西地因為他 他男友跟他求婚那天 我剛好在現場 所以我就用那個DV 紀錄了那一刻 歷史上 所以我就是親眼看到 就是他男友跪下在他面前 對他求婚的那個畫面 我又覺得好浪漫喔 然後就忍不住就會 就很激動 真的很激動 徐哥求婚也是這樣 真的假的 對 徐哥 我覺得求婚一定要下跪 實在太浪漫了 徐哥跪著了 徐哥人一般人家叫你跪 徐哥是兩隻肉也跪 真的喔 真的一跪 女生馬上就心軟了 就會答應 我覺得啦 那不一定 不一定嗎 你有失敗的例子 真的假的 你有跪過 沒有啦 你跟跪誰 我不能 講我 我還不知道 嚴一軒常常流行什麼 先有後婚 先有後婚 你覺得這個... 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比較不會嘗試這樣子 為什麼 你會覺得是 因為 我覺得 我自己都養不好了 還要去生小孩 我覺得這更 更是我無法預期的 我覺得我能夠控制的事情 我會很希望 可以把它弄得好好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 因為一個失敗 因為一個意外 然後而有小孩 而必須再去結婚的話 我覺得那樣子還 我覺得我可能會附和不了 我覺得愛自己很重要 保護自己非常重要 對啊 不會... 輕易的... 什麼 女人談了戀愛以後 就會變得像傻瓜一樣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表示 什麼樣的一個暗示或者名示 我們男人是不太懂的 我不覺得我有變笨耶 你在談戀愛的時候 對啊 但我常常傻笑 這算笨嗎 算 真的OK吧 對 常常傻笑 為什麼要傻笑 就是裡面就感覺喜滋滋 又很甜蜜的感覺 對啊... 但不會變笨 我還是會算數這樣子 1加1等於2 可是如果說你們在談戀愛的中間 對不對 旁人跟你說 我跟你講這男的不好 你們會相信嗎 不信 不會嘛 不會 還是會憑著自己感覺走 我覺得像比如說我談戀愛的時候 以前沒有就是沒有對象的時候 會做的一些事情 一談戀愛就不會做 比如說就是裝一些DVD的機器 或者是什麼開一些電視 現在要轉影視1影音2 什麼那種東西 以前我就超厲害 自己都可以霹靂啪裝喔 他談了戀愛以後就 就是拜託你幫我裝一下好不好 我想要看這個...等等 就是人家幫我裝好 是不是會有依賴 對不對 會有依賴啦 其實你會開車 很多女人會開車啊 問題是開得好不好 對啊 因為女人常常做一件 很令我不解的事情 就是她們開車的時候 彷彿她們想幹嘛就幹嘛 比如我們要左轉 通常會先看一下照後鏡 打方向燈 確定 女人都是 左轉好 這後面傻眼了 這誰啊 為什麼 因為你們沒有辦法同時 思考這麼多交通安全的事情 還是... 對 有一本書不是叫做 女人為什麼愛哭 男人為什麼愛看地圖 就是在講說 女人的大腦構造裡面 關於方向感這個東西 就是很小一個區域 比如說大腦這麼大 只有這麼一小點 是管方向感的 然後男人關於方向感的 就很多很多區域 然後關於說話的這個部分 女人就超多... 男人就只有一點點 真的 我們講很多話 男人只講一個字這樣 對啊 對... 這樣不是很好 多話的男人不是很奇怪 可是... 這樣就不酷了 我覺得講太酷的男人 講太多話的男人 私底下話很少吧 會不會 佼佼私底下話 沒有...也很多 也很多 一天二十小時 大概有十七個小時在講話 張玉琳他哥 好... 張若君 也是... 真的喔 他的腦子就不太一樣 他在講話的因素上面 這樣... 很多... 對... 我覺得... 有幽默感的男生 一定要很好笑 不管他的話是多還是少 總之他就是一定要逗我開心 這種男生我通常就會覺得 好帥 奇怪喔 現在就是說女孩子 評判男人好不好 這個幽默反而 越來越佔大部分 對啊 不然你想你們三位 怎麼會那麼吃香呢 現在 沒有... 誰啊 誰 妳有陰陽眼嗎 我們哪裡吃香呢 我跟邱惟現在剩一張嘴而已 真的喔 真的吃香是小康 我多了一隻手而已 是那個好笑嗎 對 幽默感很重要 幽默感 幽默感跟經濟能力 哪個比較重要 我覺得幽默感超重要 他很有幽默感但沒錢 那沒關係啊 還是會每天都很開心 但是如果一個超有錢的人 冷得半死 然後每天回到家就是兵工 就很痛 那他如果只有幽默感 什麼都沒有呢 也沒關係 是 也不行吧 可能還是要有一點雙肌類類的 要推人了 喂 有了男朋友以後 女人就希望我們男孩子去接送 難道女人在有男朋友之後 他就不能自由地進出了嗎 一定要男朋友來接送 我還滿喜歡 沒有啦 至少那個我還希望他 他可以就是照顧我啊 對啊 感覺是一種照顧嗎 對啊 是一種照顧就是可以 就是疼愛我一下 幸福的享受 對啊 對啊 幸福的滋味 真的 那不然你覺得呢 有一個免費司機的確是滿方便的 對很多事情來說 對啊 但是大部分時間我還是會想說 還是靠自己好了 因為 對啊 因為畢竟有時候要去一些地方 不好意思 什麼事情都叫男朋友接送這樣子 那如果說今天你叫你男朋友來接你 那他如果臨時有事不能來接你們 你們會覺得很失望很生氣嗎 其實我會假裝生氣 就算沒什麼生氣 我就說 就知道 我就故意生一下氣什麼的 讓他沒有那麼好過的感覺 像我跟那個我的男朋友呢 就會來就是疊對疊 比如說 他說 我說我現在已經快好了 然後那你可以來接我 他就會說好 然後其實他根本就還沒有開到 可能就是比如說我家在 前兩個路口 對 還在差不多三個路口 前他就會說 然後我就會說OK 好 然後我們就會 爭那個一分鐘左右 就如果我先到的話 他只要慢一步才開過 我就立刻 生氣 立刻答應他 然後如果是就是他讓 我讓他等了超過五分鐘 他就會說 你很慢耶 可是可能才三十秒前才開到 對 是一個感覺的問題 對 可是我說實在啦 開車去接女朋友 為什麼我們男生會這麼急 有很多外來因素 因為有的時候 你們大小姐們都住在巷子裡 當我們停在巷子 很尖門的 停在門口的時候 後面就有一個人 不好意思... 所以還要再去繞一圈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不能怪我們男生 我們男生是因為不想到 影響到別人 也不要講女生啦 每次我去接你的時候 也都是... 前三個路口 小康 我在樓下了 你現在已經在樓下了嗎 我說我在樓下了 他為什麼就這樣 也是用這招對付小康 因為他家那個巷孔 也是沒辦法停車的 你知道嗎 對啊 用被按喇叭 有啊 一看到後面有車來 或前面有車來 你就要趕快先 對 真的 對 你今天把我這一句說 不是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不只是女生會 男生其實也是不凡多讓 等待見 你又問我男朋友 你等我是應該的 對 我告訴你這句話 他不是我男朋友 等我是應該的啊 如果是男朋友咧 那等我啊 對... OK 女人 還有一個毛病 戀愛以後 彷彿得了私心瘋 就不再想去工作 會嗎 會不會 會不會 我們不是說兩位一定會 但是大部分的女人 會有這種毛病 就一直就發白日夢 對 對... 心裡想的都是那個 對啊 可是女孩子其實不會慌嗎 我荒廢了工作 那將來怎麼辦 不會這樣想 我在這方面 倒是還滿理性的 我都有想說 時間到了 立刻男朋友 別在一旁 立刻去工作 對啊 是喔 不過我覺得我很多姐妹們 都是會為了愛情 荒廢一切的人 對 好 這樣算笨嗎 這樣算真事情啊 所以... 所以才會 當失戀的時候 女孩子就很容易 恨男孩子 我在談戀愛的時候 為你付出這麼多 我不工作 我陪著你 你最後為什麼要離開我 可是我... 可是我... 對... 我沒有說一談戀愛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現在愛上我 對不對 你不要工作 好不好 我們都沒有這樣講啊 對不對 我們反而是不好意思講說 你怎麼都沒工作 而且不好意思平講 對不對 還用暗示的點 然後你是不是 去工作一下會比較好 不要荒廢 對啊 但是他們都不管 真的喔 覺得呢 我反而會利用那個時間 去寫一些情歌耶 像我就有 這一張專輯 就有寫一個歌 寫什麼歌 叫做黑白配 對啊 想不想聽 好啊 那就讓我噁心到底 好啊 讓我唱一下 預備 氣 誰說不能黑白配 世界上沒有什麼事 能夠如此的絕對 曾經有人這樣撐過 白天他不懂夜的黑 你卻懂得我的美 那人有沒有聽過啊 有啊 聽人應該會哭吧 對啊 他好愛哭 他真的哭啦 他是一個 愛哭鬼壯男吧 可是問題是 你唱這首歌的時候 他聽了應該會很感動 感動 因為你剛剛唱的那整個 是甜蜜的散法 對不對 不只是一首歌 有點像一種心意的傳達 而且你要給全部的人都知道 這對男孩子來講 是非常感動的 有人在談戀愛的時候 常常是非不分 怎麼這樣講呢 因為常常譬如說 很多人都會跟你講說 也許是事實 這個男的其實 我們以前聽過他很多事喔 但女孩子通常都 哪有 不聽 為什麼 那時候不能理智下來 去聽一聽 有這一方面的事情嗎 還是說你們覺得 那都是過去 不關我的事 當然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真的是 跟其他人沒有關係耶 對啊 你還是會憑你 對這個人的那個感覺 先去認識他 給他機會嘛 對嗎 雖然他的名譽不是很好 但你也希望可以 給他一個機會 雖然可能或許 以後你才發現 原來是個錯誤還是什麼 那這樣會不會 事後會不會後悔呢 早知道當初 就聽人家講了就好 通常是在分手之後才會 會 對 那范范呢 像我媽媽 我從那個高中要 就是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她就叮嚀我兩件事情 她說 有兩種人 你一定不可以跟他們在一起 也不可以跟他們交朋友 一種就是愛喝酒的人 一種就是黑人 聽到沒有 對 結果 結果還果然沒有很聽媽媽的話 妳媽媽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就媽媽嘛 那種比較傳統的那個 可是她說的黑人 是那種真正的黑人 她是真正的黑人 對 她不會針對 對不對 陳建州的 對 當初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朋友啊 有沒有反對嗎 有沒有反對啊 或是建議啊 沒有耶 反而我覺得 我身邊的朋友的話 都還滿支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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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